美国通用汽车关闭工厂 失业工人责怪谁 中国留学生爱扎堆 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适应美国校园生活 另外 百样人生为您介绍 美国人善待弱势群体和动物的创举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安花筒 我是许湘芸 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美国前总统乔治小布什本周一 伤心地陪伴父亲的遗体 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让民众向这位冷战维生时期的 美国领导人表达最后的敬意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老布什 当年的内阁官员 现任国会参众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 前往国会园顶大厅 悼念老布什总统 老布什的长子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带领家族 从德克萨斯州乘坐空军一号 陪伴老布什遗体 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然后再前往首都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国会山 老布什的葬礼星期三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 民众来到国会山排队悼念老布什 老布什11月30号在休斯顿家中去世 享年94岁 他的夫人巴巴拉布什七个月前去世 接着我们来盘点2018年 好莱坞票房大赢家和影片特点 毫无疑问 刘曼威制作的黑豹 是全年票房的最大赢家 影片人士称赞说 这部全黑人演员阵容的超级英雄影片 不仅独具冒险精神 而且把非洲大陆拍摄的美轮美奂 影片讲述了黑豹回到了瓦坎达担任国王 可是过去的劲敌再次出现 他被卷入了一场政协大战 黑豹在美国赚得7亿美元 台湾票房也高达11亿美元 我希望他们记得你 名列票房第二的是 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 国内票房为6亿8千万 动漫超人特工2 则以6亿美元的国内票房位居第三 2018也是音乐片获得巨大成功的一年 从Lady Gaga主演的 一个明星的诞生 到波西尼亚狂想曲 再到妈妈咪亚2 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另外以女性为主的影片也脱颖而出 包括桑德拉布洛克 凯特布兰切特 和安妮海瑟威等主演的复仇片 满天过海美人记 和珍妮弗加纳主演的惊恐动作片 获佛 漫威第一次推出了以女性为主的电影 蚁人与黄蜂女 也让人耳目以心 2018年 好莱坞向种族多元化又卖出了一部 《摘金起源》是25年以来 第一部全亚裔阵容的影片 客房冲击可喜可贺 这部浪漫喜剧片 讲述了一位亚裔美国女孩 到新加坡第一次见男友佳人的故事 影片《星球大战》中 天行者卢克的光剑下周将在洛杉矶拍卖 这部经典影片中最著名的武器 预计会卖出20万美元 一起拍卖的还有《星球大战》中 其他25件物品 包括1977年第一集中黑泰战机飞行员 头盔原件 估计可以卖出30万美元 《星球大战》系列的全球票房 高达百亿美元 其中的道具和服装也身价匪欠 1977年影片中的一个完整的R2-D2 在2017年拍卖中以276万美元成交 即将拍卖的这把光剑 是《星球大战》新的希望中 演员马克·哈米尔扮演的 年轻偏行者使用过的 由奥斯卡得奖道具师 罗杰·克里斯汀制作 他制作的另一把光剑 在去年拍卖中以45万美元成交 随着节日季节的开始 美国市的各大伙伙公司 想方设法用既传统独特 有动感十足的节日装点 在吸引民众的购买欲的同时 推广慈善活动 今年 美西百货的主题 是相信回馈的奇迹 其中的新角色 是个胖乎乎的北极熊 充满互动元素 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 则和环球营业合作 把格林奇融入橱窗 在营业将近81年后 今年是 Rodan Taylor百货公司 最后一次装点节日橱窗 通过视频 回放往年圣诞装点 让顾客沉浸在 温馨的回忆中 Rodan Taylor即将在 百年庆典时 关闭在纽约 第五大道上的旗舰店 阿尼斯纽约精品店的 节日主题是 做出改变和值得改变 不利顾客回馈 有需要的人 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 和百老汇关怀 艾滋病机构联盟 六个橱窗系列 以百老汇舞台为背景 打造出梦想剧场的主题 珠宝店地福尼公司 则以地福尼制造的节日 为亮点 向1960年代的 传奇艺术指导 吉恩摩尔之金 感恩节放假前 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 决定关闭 美国境内的五家工厂 这使得 一千五百多名工人失业 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这个决定提出质疑 可是通用汽车表示 关闭工厂 是因为汽车行业的改变 我们的记者 到俄亥俄州的 通用汽车工厂 采访了那里的工人们 他们觉得自己 被全球市场抛弃了 一千六百名工人 即将失业 工人们在这个 六百二十万平方英尺的 工厂制造汽车 而这个工厂 长期以来都充当着 临时屏障 使这个中西部的社区 远离美国制造业 变革的残酷现实 这是我们这里 最大的一座工厂 它让这个小镇 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的工厂已经不在了 我们的工厂不见了 帕卡德汽车倒闭了 通用电器公司不见了 克莱斯勒走了 通用汽车也走了 这个小镇依赖着通用汽车 它的离开会让这里 变成一座鬼城 尽管特朗普总统夏天才告诉这里的人们留下来 但是通用汽车支付给工人们每小时30至40美元的优渥工资 早已成为过去式 别卖你的房子 别卖 千万别卖 他们会升职的 我会让这些工作回来 让工人们重回工厂 这家工厂生产中型轿车雪佛兰克鲁兹 当地工会主席戴富格林说 工人们知道这种车型的销售量可能并不高 汽车的定价需要公平公正 如果我能到经销商那里租一辆 比雪佛兰克鲁兹更便宜的SUV 那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希望物超所值 他们会觉得同样的价格的话 车越搭越好 特朗普批评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决定 他们说雪佛兰克鲁兹汽车卖得不好 我说那就去生产卖得好的汽车 这家工厂是接到通知 需要关闭的五家工厂之一 这里的工人希望通用汽车 推出新的产品 但问题是 劳动力成本在通用公司的 墨西哥的工厂要便宜得多 为什么在墨西哥建造 原因令人震惊 我听说在墨西哥的拉莫斯 工人时薪是2.65美元 扎克在这家工厂工作了18年 他说总统不应该受到责备 毕竟这是公司的决定 我们是生产车辆的人 我们是推动这家公司发展的人 然而是谁在受苦呢 是我们工人而不是美国企业 第三季度他们有60亿美元的收益 他们却有理由裁员一万四千人 我们一次又一次证明 我们在洛兹敦有最好的劳动力 这里是最佳的地理位置 通用汽车的离开是愚蠢的 美国公司与社区之间 长达50年的合作关系 可能即将结束 近十年来美国大学招收中国学生的数量 快速增长 美国人对中国学生的印象是 有钱很喜欢扎堆 那么中国学生是怎样看美国校园的 特别是在张盈盈绑架案之后 他们对校园安全又有哪些担忧呢 请跟着我们的记者 一起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去了解一下 洁毕临次的中餐馆 川流不息的亚洲面孔 这里不是中国的大学校园 而是全美排名前50的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校内47000多名学生当中 中国学生占5845人 超过总人数的12% 居全美大学之冠 学校到处都是中国人 就连我住的公寓也全是中国人 因为学校收了他们高额学费 他们能开好车 不必打工也是想当然的 他们穿得很时髦 国际学生感觉很会穿衣服 他们好像很喜欢扎堆 而且他们好安静 这是刘宇东来到伊利诺伊大学 就读金融工程硕士班的第二年 他来自美食红博的广州 在四面的便是熟悉的家乡味 刘宇东的班上有50多位中国同学 不过没有美国同学 这与他最初想象的留学生活有落差 安稳的朋友圈 使他少了些主动结交美国友人的动力 英语进步的幅度也不那么明显 我到至今为止 我觉得我最难听明白 就是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 那些有一些服务员 或者是收银 他们讲的东西讲得好快 然后就 而且会有一些口音 然后就听不太清流的时候 很多美国学生就说 我今后就说 学生就说 学生借赞了 然后毕业之后 他就很快去找工作 造成的结果就是 我们现在招的很多学生就是 研究生就是中国或者是印度 或者是伊朗或者是那种 英诚的学生是六倍 到他了 我都听不懂 一大招收的中国学生数目 近十年翻了超过六倍 2017年末 一间巴士公司在广告中称 乘坐该公司巴士 不会感觉自己身在中国 引发歧视争议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被欺负过 你还欺负过 只是他看你比较有落 就会来欺负你 就是 那时候不是手没什么力气 然后拎个很多菜 然后就在后面停车场那边走 然后结果我就开着车 再故意用喇叭来吓我 按了喇叭之后还学狗叫 然后我刚好又怕狗 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友好的 对啊 对啊 就在身边其实都挺好 就是这种现象 我觉得都是极少是吧 中国学生人数 在一大国际学生群体 占超过一半 校园安全是他们关注的一项重点 2017年6月 26岁的中国学者张盈盈 在一大被绑架后失踪 检方认为她已经死亡 全案将于2019年4月停审 伊利诺伊大学在事发地点修建纪念花园 让所有人能铭记这起事件 张盈盈的朋友李同学 一有空便前来花园帮忙 对她的想念不曾随着时间减少 我们用这座花园来缅怀隐隐 因为这里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原本在公车站牌那里纪念她 不过那还不足够说明隐隐的故事 这个花园更加永久 也非常美丽 我认为能更好地纪念她 中国留学生普遍认为 这是一起单一事件 不过意外发生后 他们也对人身安全提高了警觉 从湖南来念材料科系的邓寒露 加强了和家人的联系 实时让家人知道自己是平安的 任何时候只要想家 打开视讯 她总能感觉自己 像是回到长沙的家一样 我会觉得难免 我在中国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心态就还挺好的 所以就唯一的一个就是 我们不敢单独打Uber 就是Uber或者是搭便称 我们都不敢 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 麦克法尔兰强调 一大校方对保护学生安全的决心 加强安全宣导 并且提供夜间乘车服务 更重要的是 帮助学校数量庞大的国际生 更加融入校园生活 充分享受大学生活的功夫多彩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美国动物庇护所 拯救滥育场中的幼犬 还有给别人一个机会 可能会发生奇迹 请继续锁定美国安花筒 美国的动物庇护所里 有很多被主人遗弃的流浪狗 还有些是从幼犬滥育场中 被拯救出来的 生活在滥育场里的狗 遭遇让人心疼 今天记者莫菲要带我们到 动物庇护所里去走一走 希望能够唤醒人类 善待动物 有些庇护所里的动物 似乎不需要担心安乐死的威胁 它们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每日户外玩耍与运动的机会 和天气体显的福利 甚至还有孩子陪伴一起阅读 爱丽丝阿拉贡今年11岁 这是她第二次来这里 我不知道她懂不懂 但她是个不错的听众 这里就是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一家零杀戮动物庇护所 主线动物营救组织 Mainline Animal Rescue 山黄水绕 风景宜人 站立近60英亩 也是全美最大最完善的 动物庇护所之一 目前在这里的狗 猫 兔子 有约300只 比尔史密斯是创始人 主线动物营救组织的动物 有三分之一来自幼犬烂狱场 三分之一来自个人让狱 比如那些没法再养自家宠物的人 另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动物 来自其他拥挤的庇护所 史密斯所提到的幼犬烂狱场 Puppy Mill 是指任何以牺牲犬类扶植为代价 从强迫犬类交配 买卖幼犬中盈利的场所 大的烂狱场可饲养千余只 小则十余只不同品种的犬类 幼犬烂狱场 让狗的兄妹母子之间互相烂交 他们才不管这些 他们不在乎 幼犬烂狱场的生活条件 非常苛刻 很多狗甚至被毁坏生蛋 防止狂吠 他们终生挤在一起 吃喝拉撒也全在笼子里进行 我们驱车去兰卡斯特县 当时零下15摄氏度 是个晚上 你能听到狗吠的声音 它们住在兔笼子里 金毛那么大的狗也住在小兔的笼里 天气非常冷 它们只能站在铁碗上 水桶里的饮水都结冰了 我总对自己说 如果我被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会是什么感觉 可那些饲养者却毫不动容 比尔说 他们看到狗的角度和一般人完全不同 那个社区的人把狗当成农副产品一样看 就像玉米一样 主线动物营救组织 并没有对此坐视不管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高人们的意识 我们住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见证了这些动物被拯救出来 它们的触境 听说了孩子们在圣诞节新岁的故事 它们整个节日都是在兽医疾诊室里度过 因为它们刚买回家的小狗就这么一命呜呼了 作为动物庇护所 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故事和经历告诉他人 除了在高速路街道旁假期布告牌 与全市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合作之外 每周都会从幼泉滥语场拯救一部分狗带回这里 它们首先将在诊所接受全面体检 必要手术并注射防疫针 手艺梅根·麦格拉斯是这里诊所的医疗总监 三年的时间里 梅根见证过不同的案例 面对这些狗的苦难遭遇 梅根更多是庆幸自己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 在这里的每一刻 我都让这些动物变得越来越好 这是你力所能及的 我见证每一个动物找到了归属 每一个动物更健康地从这里走出去 这代表着我们又一次的胜利 营救组织还对这些狗激情简单的礼仪训练 让它们懂得基本口令和礼节 为将来的领养做出更好的准备 对于终身困在铁笼里 对家的概念毫不知情的狗 还有机会体验这里的家庭学校 Homeschool 庇护所将其中一个大房间 打造成一个温馨的家 从门铃搭镜子 从电视到微波炉 家庭学校尽可能让这些狗熟悉家庭的环境 甚至如何与宠物猫相处 如何上下台阶等 它们不知道怎么样上下楼梯 甚至会迷失在一个房间里 因为它们一直被困在笼子里 一个极其狭小的笼子里 甚至对它们来说 在舒适的地面上站立都会感到不适 因为它们完全不习惯这些 如此周到的训练和照顾 离不开这里每一个员工 和450多名志愿者的帮忙 已经来这里做志愿者四年多的乔安尼·布尔克 正精心为家庭配对大洋权 每周末 乔安尼都会温馨这里 每一只狗的性格和优缺点 并检查每一位申请人的情况 这样是为了确保双方真正合适 因为我们确实希望这些狗 能够永远成为家庭的一份子 这尼克拉克和他先生 刚刚从这里领走一只 从滥玉城拯救出来的狗 我们把他带回家 给他应得到的爱和关注 而这意味着我们也得到了 我们需要的狗带给我们无私的爱 所以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 克拉克表示 比起购买 他们更愿意领养 你发现你在拯救一个生命 给他一个家 而不是让他待在滥玉城里 而这也是动物庇护所所倡导的 去领养而不是购买 史密斯说 在美国 95%在网上和宠物店里销售的幼犬 都出生在滥玉城 美国动物庇护所 每年安乐死的狗 与出生在幼犬 滥玉城的狗数量大概一致 这个事实让人很伤感 如果滥玉城都被关闭 庇护所的狗 就有机会找到一个家了 尽管这个问题 不能一夜之间得以解决 但史密斯希望 全世界每一个人 都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管你生活在美国 澳大利亚 非洲或者中国 如果你看到一只狗遇到困难 去帮它 因为我相信 帮助那些狗 就是帮助你自己 我非常非常相信这一点 或许 庇护所的存在 就是希望人们知道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动物 都在等待一个温暖的家 善待动物和弱势群体 这是人类对生命的尊重 给别人或者另一个物种 一个机会 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一起来看看 白样人生 准备好笑一笑开心一点 我要卖风袜子 为什么是袜子呢 好玩呗 五彩缤纷 我喜欢创作 我的工作太好了 非常谢谢你 希望你喜欢这些袜子 我患有唐氏综合症 可是唐氏综合症 从来没有难倒我 我有这个机会 我也要给别人机会 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幸福是可以传播的 我们希望告诉大家 当你给别人一个机会的时候 会带来哪些可能性 这是一只唐氏综合症患者的 超级英雄袜子 约翰设计的 我们就把它做成了袜子 布什总统真的穿过这双袜子 约翰在唐氏综合症日那一天 把袜子寄给了他 他对这个设计非常骄傲 我们还有一双女性版的 秋天还要出儿童版 有人问我们 你们是如何克服障碍的 其实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障碍 就是自己动手干而已 我们的目的是传播幸福 做有趣的事情 1975年的一天 我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这片沙漠 我们在一个酒吧亭下 去喝杯啤酒 我们跟酒吧招待聊天时 他说你知道吗 前面不远的地方正在拍电影 如果你们想找活干的话 应该去看一看 结果我就留在了这里 我叫克里斯·格鲁奇 是咆哮基金会香巴拉保护区主任 这是加州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我刚被雇佣的时候 他们正在修建笼子 需要围墙 需要工具 需要电影布景中的所有东西 这部电影场景 正好需要狮子和老虎 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围墙板 需要汉弓 我就是一个汉弓 我眼前这两头大象 曾经一直被锁链锁在这里 我知道被锁住的感觉 我很不喜欢 不过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原来管理这些大象的人 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 他们只知道如此对待这种动物 我就跟咆哮基金会创始人 TP和她当时的丈夫说 我想管理你们的大象 为什么 因为我要解开他们的锁链 TP和她当时的丈夫看着我说 小子 你不能给那些大象松绑 那是美国最大的非洲大象 我对他们说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管理 你们看着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她然后说 好吧 我们就给你一次机会 我有了管理大象的机会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锁链 不过我也知道 这是在和地球上 最大的行走动物打交道 如果一头大象失控了 就会造成无法收拾的效果 所以我开始 把他们的锁链放长 然后再把锁链打开 把饲料放在500公尺远的地方 在那里放好一条锁链 等他们到那里吃饲料的时候 再把他们锁上 开始只是500英尺 第二天我就给他们1000英尺 下一次给他们2000英尺 很快 你在一英里之内都不要锁链 技巧在于让动物 在不知不觉中和你建立感情 就这样 动物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和你建立起了完整的信任感 就像我说的 开始动物跟随我 几年后再也没有锁链了 我跟随他们 就这样 不断地学习 学习 再学习 摸索动物的习性 以前我每天 把他们放出卷舍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鼻子 伸进这个大垃圾箱 一天我跑出卷舍 跳进垃圾箱里 他们不知道我在里面 两头大象把鼻子伸进垃圾箱时 我就跳了起来 他们只好转过头去 好像说 这家伙无所不在 你们被我抓住了 抓个正着 从此以后 我就成功地成了一名大象人 圣诞佳节又要到了 参观纽约植物园的小火车展 已经成为了很多纽约人的传统活动 一起来看一看 列车即将进站 纽约节日小火车正式启动 行经超过175个知名地标 的等比例缩小版 这是纽约植物园第27年 举办圣诞佳节小火车展 持多台造型精致的小火车 绕行纽约市大大小小的林里 经过包括布鲁克林大桥 无线电程音乐厅 和世贸中心等远近迟名的景点 参观节日小火车展 已经成为纽约许多大小朋友的 圣诞节传统 畅扬在洋溢佳节气息的 奇幻乐园中 我们先做好建筑物的框架 再使用植物的一些部分 像是叶子 松果 种子 坚果壳等 把它们粘贴在建筑物上头 标速模型的细节 填满窗框 门框 柱子等等 每个建筑物的细节 都是用植物制成的 节日小火车展 今年新增了曼哈顿下城的路线 这个世贸中心一号大楼 是树皮座的 上头的灯饰闪闪发光 每年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新的设计 今年我们传达了 对曼哈顿下城不原理的敬意 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 增添了几栋新建筑 包括世贸中心一号大楼 它们全都是植物做的 为我们的节日小火车展 增添了美丽而奇妙的风貌 美约植物园的节日小火车展 开放到2019年1月21日 以归附成功和欢欣气氛 吸引如知的游人前来参观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许湘云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